大家好,我是格子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目前疫情控制最好的国家 那我们也知道,意大利现在的疫情比较严重 虽然咱们中国先后派遣过两支医疗队去支援 但是由于那边人的防护意识并不强 所以造成疫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那现在呢,意大利有近十万的华人华侨 想要回国治疗避难 那么对此呢,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有的支持回来,有的坚决反对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分类讨论 我觉得如果是华侨的话,可以考虑拉他们一把 因为他们毕竟是拥有中国国籍 只不过是在外边打工的中国人 他们毕竟还是咱们中国的同胞 我觉得能拉他们一把呢,可以拉他们一把 但是对于华人来讲,我个人来讲就不太支持了 因为华人呢,你已经加入了别的国家的国体 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如果我们现在同意华人回国的话 那世界各国的华人都会大批量的涌回中国 来这里治疗避难 那咱们中国通过14亿人好不容易控制下来的疫情 很有可能造成二次爆发 还有就是近来大家可以看到 澳洲跑步女啊,是吧 美籍华人啊,还有澳大利亚华人啊 这些回来的华人呢 他不是很听话,不服从管理 很容易让其他人造成伤害啊 所以我并不支持华人的回国啊 李兰娟院士这边呢也说过啊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严防死守啊 一定要把好这个境外输入这一关啊 否则这个疫情呢 真的很有可能在中国二次爆发啊 好,那朋友们,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认为该不该让 十万意大利华侨华人回国避难治疗呢 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